励志的故事我们带您来看到 这是嘉义师一位小女童叫许询 九年前因为车祸重伤 颈部以下重度瘫痪 但她还是积极面对人生的困境 这故事曾经感动所有人 而如今她已经十二岁了 今天从国小毕业 虽然说这六年求学时间 平常都必须背着沉重的卫生设备 还是坚持天天要上学 而且因为手瘫 其实写作业时都是以嘴巴咬着腐具 尽管必须比别人花上二到三倍的时间 许询还是以优异的成绩拿下校长奖 许询坐在轮椅上和同学一起参加毕业典礼 还以优秀的成绩拿下校长奖 小学六年她所付出的加倍努力 妈妈全都看在眼里 毕竟手不方便 那她都会用可能就是一些腐具 来完成她的作业 但她也都会使命必须她做完 就是可能别人花的时间几十分钟 她可能要写两到三个小时 但她还是会把她写完 这是我觉得她的精神蛮不容易的 2013年循循因为一场车祸重伤 颈部以下瘫痪 但年幼的她就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积极復健 不像命运低头的故事感动了所有人 重瘫的循循只要出门 就必须背负沉重的维生设备 好学的她还是坚持天天上学 而且对于艺术相当喜爱 当年的小女童如今已经12岁 成为婷婷玉丽的少女 也将就读国中 她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她的人 也会永远乐观地面对人生 记者张俊荣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